学习艺术文化是不分年龄的 为了让孩子体验大自然 培养艺术美感 海线托育中心首次将亲子说故事的课程 搬到户外公园 而老师也准备了许多关于森林生态的图画书 搭配仔细解说 加深孩子们的印象 课后还安排小朋友跟家长 一起在公园里头 捡食落叶跟枯枝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完成了独一无二的枯叶风铃 而这一场教室外的学习课程 让亲子们都是收获满满 拿起森林图画书 老师仔细讲解生态故事 让底下的亲子们试听得相当入迷 紧接着在导师的引导下 大伙们一起走在草地里 捡食落叶和枯枝 不到一会儿的时间 袋子里面就装满各种战利品 新奇的初体验 也让许多家长是感到相当有趣 一般来讲可能父母可能比较不了解 说跟接触外面的话 有一些什么可以带动小孩子 可以启发他们的一些 那个艺术的感觉 所以哈老师这个故事 我觉得不错 能够带到小朋友出来 接触一些不一样的那个感觉 他就是还蛮乐在其中的 然后有机会到那个外面来 这样子捡捡东西捡捡树叶 接触大自然这样还不错 小朋友你看他乖乖住在那边 可能只有几分几秒钟而已 但是在外面就不一样啦 对啊你看他是这样走一走去的 海线托育中心首度把亲子说故事的课程 搬到户外公园举办 现场老师不仅用生动有趣的方式 讲解图画书 还教导每位亲子 把简时来的落叶枯枝 发挥创意巧思 一一完成独一五二的枯叶枫灵 不仅美观 对于亲子来说 更是相当具有纪念价值 孩子去观察然后减食到这些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树叶风林 然后秋天的风很大 他们做好了之后 就回去挂在家里 然后也是就是看着那个风的吹动 然后也会你知道 就是想到那一次 我们到户外去做的那些事情这样 发现孩子呢在户外 然后你可以看到孩子 透过一株草或者是一朵小花 然后看到他们跟大自然在对话的感觉 相当的可爱 中兴也表示 把课程搬到户外 不仅能让孩子无拘无束的 在草地里奔跑 透过老师的引导 也能让他们与大自然有更多的接触 从中培养艺术美感 记者陈伯瀚台中财寡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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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